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事实 我们处在一个医学突破的时代 有先进的医疗照护、治疗方式、药方以及科学技术 每年的医药科学都比以往更为进步 然而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 心血管疾病的普及率提高将有10% 癌症的普及率提高则达20% 糖尿病的普及率更是高达了35% 这些疾病会引起其他的病 除非我们能够有效扭转这样的趋势 专家预测,这将会是史上第一次 现今出生的婴儿中有三分之一的寿命 将比他们的父母还短 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没有活得更健康 相信是因为我们过量饮食但却缺乏营养 花个几秒钟时间想想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贪图方便、胜过注重健康 1981年起到现在 素食的销售量成长了2000% 一个礼拜只要吃超过两次素食 就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即使是市面上贩售的健康食品 也多半由人工成分与脂肪组成 只有2%的人会依照每日建议所需摄取量 使用水果与蔬菜 研究显示 现代的饮食营养成分也不如以往 不当的营养摄取习惯已经成为国家灾难 但是您可以获得控制 无数的研究指出 营养补充食品可以有效改善您的健康 提供您所需营养并为您带来健康生活 80%的女性心脏病是可以被预防的 60%的癌症相关死因是可以避免的 90%的第二类糖尿病是可以事先预防的 适当的营养与补充品是非常重要的 带给您的身体所需营养 今天就开始投资于您的健康 请联络提供您影片的朋友 以获得更多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